日本學道第一協定手 今年八月開始 分配種航川火水白日大海 這就引起雞臉和民族煩惱 為了好好悲觀 營養火福祉中心 今天再去是真實客用 南國第二的新武川的試驗室 試驗室人員切好雞肉 準備冷凍速達來 拿出雞肉的水分 要以水分根本來檢測 是不是有川 營養火福祉中心 在各鄉的新武川 分是試驗室 十七針是可用 主要檢測魚面的魚 還是基本淨口水產品的川 含量 未來每年可以檢測四百驚 因為川它本身的那個射程很短 在空氣中 它大概只能走 大概零點六公分的距離 所以它不容易被偵測 那另外就是說 魚體內的水分 如何把它取出來 也需要比較複雜的 前處理過程 今年八月開始 基本福祉第一協定手 分配種航川火水白日大海 為檢測白鳳的狀況 包含民眾健康 除了幸運的國家管 駐鈴科技研究員 協安會福祉中心 和各鄉市 衛生局六月 都分別生理 新武川是嚴世 未來檢測量可以對每年五百驚 提關到兩千驚 主要會針對於那個組織泰 這個自由泰的這個這個船 那國研院那邊目前也已經建立結合泰的船 那這個就是看未來量能怎麼樣 那有沒有需要大家再進一步來建立這個有機泰的船 中央加持有的原本工業機器裡面開始檢測 對蔡英國完成分析 大約需要三天的時間 讓社長身標示 相關檢測資料 都會公開放在鳳梨神武製 海藥庫山海融組織平台 讓民眾隨時檢壓 在這單環物構建準各鄉部的